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从村子穿过 本来一次普通的起路施工 却引起了考古队的注意 立刻进驻工程现场 开始看探工作 考古负责人介绍说 来草坡村的位置非常敏感 根据文献和考古调查显示 村子周围很可能是东汉皇家陵园所在地 按照帝王事迹和后汉书记载 东汉帝王陵墓分为南北两大陵区 开国皇帝刘秀的园林位于黄河之南 洛阳以北孟金县的芒山之上 此处帝王陵园一共埋葬了五位皇帝 史称北赵玉 从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开始 又在位于洛河以南的庞村镇一带有建陵墓 史称南赵玉 此地一共埋葬了 包括汉明帝刘庄 汉章帝刘达 汉河帝刘兆 汉商帝刘龙 汉智帝刘 在以及汉皇帝刘志在内的六位东汉皇帝 东汉帝陵北赵玉的位置相对明确 就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市 孟金县宋庄镇 三十里铺 刘家井 东山头 户庄一带 但是南赵玉的位置早在清朝时就已经无人知晓 以至于清朝洛阳县令公松林在考证东汉皇帝陵墓之时 将是一座帝陵全部标记在芒山之上 可惜他所立的墓碑很多都是错误的 此次考古队进入百草坡村 立刻被村子中的一些特殊情况所惜 村子中汉代的砖石随处可见 很多村民家该王 系远墙都会去捡汉代的砖块 在村中一处广场上 考古队发现了一口井 井跟一块大青石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经过仔细观察 考古队认定这块大石板是一座大型陵墓的封门石 随后 考古队围绕着村中的广场开始了勘探 果然发现广场下面是一座大型的陵墓 而且规模也是帝王级的 村中上年纪的老人回忆 几十年前 这里确实有一座巨大的封土堆 只不过 后来平整土地被填平了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 考古队在百草坡村进行了细致的勘探和抢救性发掘 结果在一处不起眼的农田下 发现了一处东汉陵园的建筑遗址 经过对史料的研究 考古人员确定这处遗址 应该是史书中所说的四园立社 就是当年陵墓的守陵人居住的房屋 除此之外 考古队还发现墓葬168座 其中达到地灵规模的就有6座 考古队经过研究发现 位于百草坡的地灵 位于地灵园的中心位置 其他五座地灵环绕在其周围 好像一起拱卫着它 而且经过勘探 发现这座地灵建筑更加规整 因此考古队初步认定这座陵墓 就是东汉地灵南兆域的首领 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的显杰陵 虽然考古队曾多次向上级部门申请发掘其中的两座地灵 以便研究东汉地灵的丧葬制度 但都遭到了拒绝 虽然没有对六座地灵进行发掘 但百草坡村汉木群 还是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并荣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参考了去帝王世纪 后汉书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参考古新发探